以光为美,万物有焰 与大家、教授及企业英理 从技术与产业两个方向 远程在线分享激光光学、光通信 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热点应用 光严万物线下系列研讨会 席聚众多行业大佬 面对面探讨行业应用热点与产业未来 2021年,我们将秉持初心 继续为大家传递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与大家共谋光时代 本期会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 Melo Systems公司应用工程师 台昭阳博士给大家做分享 台博士从事超稳激光器的研制 以及光学频率书相关应用的研究 同时,我们还邀请到超稳激光 和量子技术专家迪帕克·潘迪博士 总经理邹浦博士 销售经理杨海东 作为本期的特要嘉宾 为大家做解答 本期课程分为 时间的精密测量 动机和发展 振荡器性能的实域评估 振荡器性能的频域评估 为什么需要光学原子中 以及如何测量光学频率 超稳激光器和光中 产品演示 Melo超稳腔及系统实物介绍六部分 Melo Systems超稳激光网格研讨会第一期 简单介绍时间频率 计量领域所用的语言 主要包括首先介绍阿伦方差 相位噪声 时间抖动等时评计量所用的概念 接下来解释超稳震荡器的用途 以及它们可以达到的性能 最后用时评相关的概念 统一地比较高稳 精震 微波震荡器 以及光学震荡器的性能 Melo诚挚地邀请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 学生 实验员 以及所有对超稳激光器 以及时间频率 计量技术感兴趣的观众和朋友 参加此次网格研讨会 下面有请台博士为我们带来精彩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好意思啊 我和那个平台这边沟通 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失误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正式开始 是今天的报告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MENLO 网络研讨会 2022年的 这个直播 今年我们准备的 这个题目 是关于超稳激光 以及台和兹系统的 那在正式开始直播之前 我还是先介绍一下公司 那MENLO呢是 全球领先的 高端的精密仪器 计量仪器的生产商 主要是光学的仪器 然后呢我们是以 获得诺贝尔奖的 光学频率书技术而闻名 公司的创始人 T.D.Hansh教授呢 也是在2005年 由于对光学频率书 以及精密光谱测量的一个贡献 分享了当年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 MENLO的总部呢是在 德国慕尼黑 此外在中国和美国也有分公司 那想告诉大家的好消息呢 就是在去年的2021年的10月1号 MENLO中国的分公司也是正式成立 中文名叫做上海MENLO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我换成这个 然后呢 好下一页 公司的 CEO和CTO都是 Hansh教授的两个学生 Michael May和 Rona的和 MENLO MENLO除了光学频率书产品以外呢 还有其他的三条主要的产线 分别是今天要讲的这个超稳激光器 就是亚赫兹的这个激光器 波长可以覆盖到从500到2000纳米 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波长 肯定可以任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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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单频的一个点 然后呢 还有泰赫兹系统这样的一个泰赫兹TDS 就是水光浦一系统 以及包括成像的一个系统 另外呢 还有飞秒激光器 好的 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除了我之外呢 我们还有幸请到了三位嘉宾 第一位是 Dipak Pandey博士 他是MENLO的超稳激光器部门的 研发的一个专家 那第二位呢 是ZOP博士 他是MENLO中国的总经理 第三位是杨海东先生 他是MENLO中国的销售经理 此外呢 还有其实还有第四位专家 他是副灵统 可能有MENLO产品的客户 对灵统是非常熟的复工呢 他是资深的MENLO的服务工程师 已经在MENLO工作了大概有七年了 好的 那今天的题目叫做时间频率计量使用指南 也就是我们超稳激光器研讨会的第一期 关于时间频率呢 有两位名人说过这样的一个名言 第一个是特斯拉他说 如果想了解宇宙的秘密的话 可以考虑能量频率以及振动 那其实这三个量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概念 特别是比如说对于光子来说呢 这三个量几乎是一个同样的概念 那第二个呢 是亚瑟肖洛也就是MENLO的创始人 汉史教士的老师也是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 他说过一句话是永远不要测量除了频率以外的其他量 比较绝对 但是事实证明呢 测频率确实是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精度 在现在呢 也证明了就是时间频率测量可以达到一个最高的 在所有这个物理量的测量里面达到一个领先的一个精度 关于时间频率呢 他这样的一个高的一个测量的精度 已经应用到了最最前沿的一个研究里 例如这个天体物理学里面 左边这个呢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LIGO 在2016年的时候 LIGO呢 成功的测量到了黑洞合并的引力波 那这个测量的物理基础呢 其实就是激光干涉仪 这样的激光干涉仪呢 它的激光光源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超稳激光器 需要非常低的频率噪声 才可以测到两个比之间它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微差 另一个呢 是这边的一个黑洞照片在19年的时候 EHT拍摄到了这样的一个黑洞照片 这个黑洞照片的拍摄呢 其实也是依赖于这样一个擅长激线干涉的技术 VLBI 这样的一个擅长激线干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把全球的应该是八个 或者是多个这样的射电望远镜 可以统一起来组成一个更大口径的 相当于更大口径的一个等效口径的一个射电望远镜 那这个把全球这么多地方的射电望远镜统一起来呢 是需要很高的时间同步精度的 也是需要很好的原子中的 这里面也都是用到的时间频率的一个技术 今天的这个报告呢 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精密时间计量的动机 以及它的一个进化的历程 那说到时间计量 当然首先我们会想到钟表 那钟表怎么来定义呢 可以这样定义 就是它是一个重复性的 周期重复性的一个物理现象 加上一个计时设备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这个例子 一个机械的摆中的粒子 那它的重复的周期性现象是一个钟摆 那然后它的计时呢 是有一系列齿轮 以及这个表盘来组成 第二个呢 这个这个数字的时音表 它的一个震荡呢 是由这个时音晶体产生 然后它的计时呢 是由一个这样的一个 电子的一个计数器来实现 那现在的计时是时间 时间标准或者说计时手段 当然是要用到原子中的 那原子中呢 其实也可以在 刚才说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加上一个原子的参考来实现 就是说一个周期重复的现象 加上一个技术设备 我们再加一个原子参考 比如说这个第一条 是一个色原子中 它是有一个 首先是有一个微波源 一个产生一个微波 它是震荡 那然后呢 把它稳定在这个色原子的运行笔线上 然后比如说下面这个光中 它的震荡器是一个激光 然后把它稳定在这样一个冷的一离子上面 或者原子 然后呢 不同的是这边的技术器 这个微波波段呢 我们会用到一般的射频的技术器 然后呢 光学波段我们需要用到光学运行笔线 这个图呢 就总结了从古至今 我们古人到现今 我们的科学家所发明的这些钟表 它的一个稳定度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情况吧 就是说它越来越准 从过去的这个水中沙漏到这个机械的这种装置 然后再到日轨 包括钟摆 然后就是石英钟 到最后我们有原子钟 我们的计时的精度是在 其实是在加速的提升的 好第二部分 我们就进一步来说一下 怎么来从食欲上来评估 这个刚才说的震荡器 就是这个周期重复现象 说的那个东西就是震荡器 首先有几个词 可能在时间频率领域用的比较多的词 也比较容易混淆的词是这几个 就是uncertainty accuracy stability和precision 那uncertainty就是不确定度 stability是稳定度 不确定度和稳定度 它是两个比较书面化的词 在论文写作或者是在比较严谨的地方 我们一般会用到uncertainty和stability 那它们对应的两个词呢 就是accuracy和precision 那就是准确度和精度 准确度对应的不确定度 精度对应的是稳定度 这边如果就是对这几个概念 比较容易混淆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第一个比如说 它很精准 但是它不准确 就是它的稳定度很好 但是它的不确定度不好 就是它自己的抖动比较小 然后呢 它偏离它的定义值 是有一段距离的 这个把图是这样的 它离中心很远 但是它它的点是集中在一块的 那相应的呢 这四个可以对绕着看一下 就是可以理解这个 不确定度和稳定度的概念 好那这边 有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左边这张图呢 它是一个 首先说一下 怎么来评估这个稳定度 怎么来测量 测量呢 我们需要用到频率计数器 频率计数器呢 我们会测到这个 就是比如说这个振荡器的 它的一个振荡的频率 那这个频率呢 它是一系列的点组成的 然后呢 我们会在时间上得到这样一个 时间对频率的一个关系 那在这种 在这种图里面呢 如果说这个振荡器 它是一个 比如说它是一个自由运转的状况 我们会看到它上面有振动 有温度的一个起伏 然后有比如说 突然的一个撞击等等等等 这些所有的这些环境因素 都会加到这个振荡器的 都会体现在它的一个输出上面 那我们对于 比如说我们闷了 我们生产超纵激光器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些环境因素 对超纵激光器的输出 有这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会 在这个产品上加上 各种各样的环境隔离的措施 来把环境对振荡器的影响 降到最低 那这边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比较好的 或者说比较成熟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输出 它在短期呢 它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 比如说热噪声之类的 物理上不可避免的一个噪声在上面 它的长期呢 比如说它受到一个系统老化的一个影响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更核心的一个概念呢 是阿伦方差 就是说我们在评估一个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的时候 用到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学的词 叫做阿伦方差 那为什么不用普通的标准差呢 因为普通的标准差 对于很多噪声来说 它是不收敛的 就是在很多情况下 用标准差来评估一个振荡器 它的一个稳定度的话 很多的噪声也是区分不了的 那阿伦方差又叫做 就是两次采样的这样一个方差 就是说它取的是这个数据里面 两个间隔的一个数据点的 一个平均的一个方差 是这样的一个公式 那当然呢 它在时间上 根据平均时间的不同 它的方差值也会不同 因为我们这个平均时间指的是 这个采样这一条数据 它的一个长度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采样的 这个长度 有不同的平均时间 那比如说在这边 这样一个图上面 在视频领域 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点 就是在一秒的地方 这样一个稳定度 比如说这张图上 一秒的地方 它的稳定度是一个 大概是在一个最低的量级 是在大概一点几负15的一个稳定度 那可能比较懂行的观众 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超远激光器的一个稳定度 一点几负15的一个秒稳 对那如果我们用阿伦方差来表示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 而且这样的一个稳定度 如果在这个地方 它是接近一个平行的一个造地 是由着造声决定 好的 那其实说到这个造声 这边其实长期的稳定度 它是没有减去它的一个线性飘移的 这边是一个长期稳定度 按照TAU的斜率往上走的一个变化 它其实是没有出去这个超远激光器的 如果出去的话它的稳定度会拐下来 那待会儿的视频里面 其实也会有 对 如果就是现在我们来算阿伦方差的话 也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Staybox 32这个软件也是免费的 一般会用到这个软件 那这边呢 是一个小程序 是一个 这个科学家 是意大利的一个科学家 它编的一个Mathematica的小程序 来帮助大家理解阿伦方差的一个定义吧 也是更直观的一个感受 它在上面放了四种造声 比如说白频率造声 然后震荡 还有一个刚才说的线性飘移 首先呢 这个是一个 它加到一个白频率造声上面 白频率造声呢 是按照根号套往下走的 这也是一般的这个被动形的原子中 它的一个阿伦方差的一个主要的走势 那这边呢 是一个震荡 如果我在 我的震荡器上 有一些 比如说 电源的一个造声 或者说是 电路的一个造声等等 或者震动 那可能会在稳定度上体现到这样的一个 震荡的一个影响 最后呢 还有一个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线性飘移 是按照tau 往上走的一个变化 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很可能它是一个 它的频率是一个线性飘移的状态 好 第三部分 我们刚才说完了 这个实域上 我们如何评估 频率稳定度 第三部分 我们就说一下 在频率上 我们怎么来评估这个震荡器的特点 在频率上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样的两个信号吧 首先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信号 一个理想的正旋的信号 那它在实域上是这样的一个理想的正旋波呢 频率上呢 它变换是一个迪拉克达尔塔函数 当然呢 现实中的这个震荡器的信号 它都不是一个理想的正旋波的信号 它是有频率噪声在上面 可以看到它的 在这样的一个正旋的一个变 主要的正旋的一个走势上 它是有抖动在上面的 那这个 时间上的抖动在频率上呢 它是一个 相当于把 刚才的德尔塔函数 一个加宽的状态 这边的两亿呢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 相位噪声 好 这边就是相位噪声 那相位噪声呢 刚才说的是两亿对吧 那这边其实是 单边带的相位噪声 对于相位噪声来说 我们一般它是用 首先我们要得到一个 就是相位 相位抖动的一个功率浮密度 它的单位是一个弧度平方每赫兹 从这个单位入手呢 我们可以更清晰的来理解相位噪声 弧度平方的意思呢 就是相位的单位是弧度对吧 然后平方的意思就是它是功率谱 所以它是平方 如果是阵幅的话 它应该是弧度 它是功率 它是平方 分母上这个赫兹的意思 赫兹的意思呢 就是它是在一定的带宽内 来衡量这个噪声的一个 来统计这个噪声 那一般是在1赫兹 所以就是它是要除以赫兹 所以说这是一个功率谱密度的一个单位 那这样的一个相位噪声 对于普通的典型的震荡器来说 它是遵循这样一个多向式的一个分布 就离得近的这个慢变的噪声呢 它一般噪声的幅度也比较大 那离得远的快变的噪声 比如说白相位噪声 它的幅度就比较小 遵循这样一个多向式的一个分布 那刚才说到了单边带 其实单边带的相位噪声 被定义为就是刚才说的频率抖动 相位抖动功率浮密度的一半 就是说刚才的两亿变成了单边 那么我们就按照1把它除以2 这样的一个关系来简单的来定义 那么它变到对数上 就是DBC 每核子C的意思呢就是载波 就是相对载波的话 它的噪声是多少 那最后一个还有一个概念是 积分相位噪声 积分相位噪声是这么意思 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个相位噪声谱 或者我懒得看这样一个相位噪声谱的话 那我可以根据这个积分相位噪声 比如说我知道它的积分范围 那么我就可以知道它的面积是多少 我也就大概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衡量这个震荡器 它大概的一个情况 相位噪声的一个大小的情况 那刚才说到积分的这个相位噪声 其实呢还有另一个概念 就是在比如说时间同步上 或者是在脉冲激光器的领域会用到一个排名积分时间抖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在其实也可以用相位噪声来表征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刚才说的这个相位噪声的积分 再来除以它的一个脚频率就可以得到它的排名积分 好那第四部分 刚才说完了说了这么多这个评估的方法 实域的频率的这个评估震荡器的方法 那我们就在说就是有闷路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光学原子中啊 然后呃光学频率输超纹激光器这些光学计量器呃光学计量的仪器的 所以呃我们就进一步的来说一下这个光计量的这这方面的知识 比如说啊现在的计量用的是微波中 那微波中呢比如说现在呃的秒定义 它是由呃色原子的两个呃精细能间 精细能能积之间的月线频率决定的大概是9.2G 那么这样的一个微波中在当今呢 其实已经发展的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因为我们的秒定义就是由呃色酸酸原子来提供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子中呢 比如说它在它已经有商品化的这种呃 呃四旋态中也有呃空间的这种能源子中 以及这种地面上的喷泉中啊都是以呃 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呃 相对成熟的一个一个技术吧 而且呢就是在微波领域呢呃 呃这些技术比如说技术器啊 还有本地震荡器这些技术也相对来说更成熟一些 那微波领域的技术很成熟 为什么我们还要呃都提到这个光学原子中的研究领域呢 呃因为光学原子中它的震荡频率更高 呃微波原子中微波和光学这些意思都是说的它的呃输出频率 或者震荡频率那震荡频率高意味着它的Q值大 也就是说啊反过来它的频率抖动 在在频率抖动相同的情况下 它的啊分数的频率抖动或者说是相对的频率抖动 它就会更小 那未来呢很可能我们的秒定义会由微波原子中 会由色转啊转变到一个光标准上面 比如说啊丝或者是义或者是其他的离子等等等等 改对对然后呢 呃对下面这个是一个 左边这个是一个呃 呃里子里子中 然后右边这个呢是一个光金格中 那光学原子中呃 除了作为这个呃下一代的秒定义的候选人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应用呢 其实也也是有应用的 比如说在这个呃地理领域 或者说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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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两个原子中 然后这两个光中呢 它的放置这样一个高度差以后 发现它的频率 相差了21.18赫兹 那这个频率根据 广义相对论的引力红一 公式来计算呢 它正好也就是450米 这个450米其实我们还是 也是用其他的 测量手段来测过 确实是450米 而且复合的程度非常好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 如果光中 我们未来可以达到10的负十八四方 就是说移动的光中 因为这个在东京天空树上 做实验肯定是一个 要求很严格的一个 要可搬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光中系统 如果达到10的负十八四方 这样一个稳定度 和不确定度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测量一厘米的 这样的一个高度差 其实相对来说 在今天的测地学领域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那光学原子中 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精度 怎么来测呢 或者说光学频率 怎么来计量呢 这边是有一个 我们一般用拍频的方法来 来计量 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 演示 这边是两个频率 是其实这边演示的是一个 升学的一个拍频 但是其实和光学的拍频是原理是一样的 那我先放这个440赫兹的声音 稍微抱歉 它是这样的 如果我把442赫兹加上 我再放一遍 有一个很明显的拍频变化 那其实和这个2赫兹的一个 比特也是一样的 一个简单的演示 就告诉大家 这个拍频是怎么来测量这个光学频率的 我知道这个440赫兹 然后我知道拍频的型号是2赫兹 2赫兹比较好测 那我就可以知道 无一致的这个频率是442赫兹 光频是一样的 那测量光频呢 那我们有拍频 但是光学频率是很高的一个一个频率 而且呢 比如说我做出来 做出了一台光学原子钟 我是没办法自己来来衡量自己的 我得找另一台钟来拍频 而且呢 在过去的时候测量光学频率 要追溯到这个标准的 绝对参考上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这边是一个这个频率点 我就不仔细讲这个了 大概是需要20个激光器 7个物理学家共同操作 才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光学频率的测量 那今天呢 因为光学频率书的发明 光学频率的测量变得更加的直接和简单 光学频率书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它是在光学频率上的一把尺子 那我们把这个普通的指使 它的单位变成赫兹 把它的长度变成10的15次方 就可以大概理解为一个光学频率书的样子 那么这边呢 其实还有一些 介绍光书的视频 包括YouTube上和Bilibili上 都有相关的视频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点看一下 包括这边我们 第一次的光书研讨会的视频 也在这个门楼B站的主页上有 好那刚才说了这些光中的技术的手段 包括光中的震荡器 总结一下呢 就是光中也是三部分 一个是震荡器 震荡器呢 它是超稳激光 它这边画的是一个超稳枪 超稳枪呢 是超稳激光的一个频率参考 它是一个核心 那第二个是原子团 把这个超稳激光锁到这个原子团上 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技术设备 就是频率书 光学频率书 我光有这个光中 我不知道它的频率 也没有办法来报数 所以我需要这边一个光学频率书 来把它的频率测出来 好第五部分 就说一下超稳激光 和光学频率书 和光学原子中的一个 他们怎么说呢 超超好的一个性能 一个一个量级吧 那说到超稳激光器呢 离不开这个Pound Driver号的一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 我这边今天我 只是简单的提一下 因为下一次的这个 超稳激光的研讨会 我们还会更详细的来介绍 PDH技术 以及超稳枪 还有相关的产品的一些特点 那这边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说PDH技术呢 它是把一个CW激光器 锁到了一个超稳枪上面 用到了这些中间的一个 PDH的光路 那PDH技术的特点呢 就是它用到了枪的一个反射光 因此呢它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键频信号 把这个激光锁到这个枪的一个公正点上 那PDH技术对于 就是它锁定以后呢 它的相应的 它激光器的相位噪声 或者频率噪声 会有一个很大的降低 这边呢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锁定前和锁定后的一个对比 自由运转的这个CW激光器呢 它的频率噪声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锁定以后呢 它的频率噪声会有一个大幅度的降低 这边大概可能有100个dB 然后呢 在它的这边是一个serve bump 也就是它的锁定带宽 锁定带宽之前的这些噪声呢 都是会有很好的抑制的效果的 那锁定带宽之后呢 由于这个反馈速度的原因 跟不上的原因 所以说之后的噪声是没有 不会带来一个压低的效果 那有了频率噪声以后呢 其实也可以来计算激光的线宽 就是说我对这个频率噪声 进行一个自相关 然后在复雷变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线宽 那这种用频率噪声算线宽的办法 当然 在CW激光器 就是普通的CW激光器里面 用的是比较多的 因为呢 普通的CW激光器 比较好测它的频率噪声谱 而且呢 如果大家比较细心 买过一些单线宽 窄线宽激光器 不是超窄线宽 就是窄线宽激光器 CW激光器的话 它一般会告诉我 我这个线宽是多少多少 兆赫兹或者K赫兹 然后呢 它的测量时间是多少 那这个测量时间呢 如果说它是用 这种办法来做的话 它是 它会标上一个洛伦兹线宽 因为白频率噪声的这部分 积分才会得到一个洛伦兹性的线宽 然后呢 这个积分的范围呢 一般只到这个白频率噪声的部分 那它对应了一个比较高的频率 也就是说对应了一个比较 比较低的测量 比较小的一个测量时间 所以说可能有的 出入这个行业的一个 看到有的激光器厂商写到它的 普通的这个CW激光器 也可以到赫兹量级呢 那其实它的测量时间是非常短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那超稳激光器呢 是没办法测它的 这就是频率噪声的 除非我有两台超稳激光器来对比 或者我有另一个超稳枪 来测它的频率噪声 所以说呢 一般呢 超稳激光器的测量 会用到两个超稳激光器来拍屏 两个激光器超稳激光器来拍屏呢 才可以测到它的一个稳定度和线宽 还有刚才提到的频率噪声 或者相位噪声也可以测到 那比如说 这边典型的一个门路的超稳激光器 它的一个稳定度 在一秒的地方呢 可以达到甚至10的-16次方 那么 它的线宽呢 可以做到小于1赫子 那注意这个测量时间是2.6秒 测量时间 我们要 因为在光线原子中 比如说光线原子中的应用里 我们关心 比较长时间的稳定度 比如说一秒的稳定度的话 那我当然是不能看它 线宽 采样时间 是一个微秒量级 这样一个线宽 对那刚才说到这个超稳激光的一个噪声和稳定度的关系呢 这边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一个超稳激光的频率稳定度和它对应的一个噪声的关系 在高频的部分就是 短时间的这个部分呢 它的噪声主要是激光的 就是 种子激光的这个噪声 相远的噪声来起作用 那在一秒附近呢 它是由于枪的这个 就是热噪声起到了作用 不光是这个镜片啊 还有枪 因为现在的 镜片也可以做到很好 有时候是枪的热噪声来 对这个 Floor是有贡献 那在长期的部分呢 它是由于枪的一个 也许是老化 也许是由于温度变化 这样一个作用 会对这个稳定度有影响 好 那超稳激光器 当然我可以做到一个 很好的稳定度 比如说是负十五次方的秒稳 其实和超稳激光器相当的 这个震荡器呢 也有很多 比如说这边的色原子中 这个是一个色数中 磁选态中 它商业化的这个磁选态中 也只能到达在长期的 比如说这个是十万秒稳的时候 可以进入到负十四方量级 那还有呢 比如说 这个主动轻忠 主动轻忠呢 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进到负十五次方量级 另外呢 还有这个CSO 也就是 就是超低 超低温的这个蓝毛尔精震 那超低温蓝毛尔精震呢 其实它的稳定度也相当好 但是 超低温蓝毛尔精震的问题呢 是它的运转需要庞大的这个超低温的系统来保证 因此呢 这个系统是非常的庞大 非常的难以搬运 而且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震动 噪声在上面 那 其实对于微波领域呢 门楼还有这种基于超远激光和光输的 这种 震荡器叫做PMWG 就是把超远激光锁定到光输上 用光输的这个输出 微波频率的输出 提取来出来 它的一个稳定度 瞄稳甚至可以到负十六次方量级 那如果其实我们有接口可以把超远激光的这个飘移去除掉 把它锁定到轻中上用轻中驾驭它的话 那我这个PMWG的这个输出 在长期也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量级 好 那超远激光它的一个稳定度可以到达负十五 甚至说一个负十六次方的量级 但是呢 刚才也看到了 它的长期稳定度会受到枪的老化等等因素的影响 发生一个上扬一个飘移 那光学原子中呢 就是把超远激光器的这个震荡器锁定到这个原子 冷原子团上 那当原子团来下驭这个震荡器的时候 超远激光器的时候 那我的长期稳定度也可以下来 当然这个这张图呢 是2015年的一篇文章里的 所以说呢 这些光中呢 它的稳定度还是在 负十六次方量级 特别是秒稳可能在负十六次方量级 那其实呢 现在的 最好的这个超远 最好的光学原子中呢 比如说 叶军 组的这个光输 光中 已经 秒稳都 都已经进入到了负十七次方量级 那这边是一个微波中和光中的一个 稳定度 进化的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看到这个 光中它的稳定度变化 是一个进化的一个是以更快的速度在进化的 也就是说 而且是在大概零几年的时候超越了这个微波中的不确定度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光中可以在即使或者是更多的领域有一个重要的应用 这边也有为什么需要光中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是我们和PTB合拍的一个视频 也欢迎大家去点开看一下 好 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 这边是一个参考文献 然后最后呢 还有一个 这个视频的一个demo演示的环节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我们同事Morris Lessin 博士 他是超稳激光器部门的一个产品经理 然后这边有个名字需要解释 因为这个ORS在我们MENLO是光参考系统 那其实它就是超稳激光器的意思 那么现在放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现在来到的视频 我们在实际上的视频 我们在实际上设置两个OS系统 然后我们在实际上 我们在实际上和PTB和PTB 我们会表明一下 如何能锻上这些系统 然后如何能锻上这些系统 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两个继续的系统 也有兩款機器來這裡 還有兩款機器 這就是我們的標準 這個標準的標準 是最終的效果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了 我們在講述的 我們在這個標準的架頭 是在這個標準的架頭 导致的措施 这是一个窗口的窗口 是装的是的窗口的窗口 窗口的窗口 从窗口的窗口 这里我们有两个窗户 一个是一个窗户的窗户 这是装作的 大学医院的整体 本來這裡面是5cm的長 這裡有這麼大量的高度 約12GHz 這裡是小力長的那樣 也有兩張網的螢幕 這裡面有12cm長 所以這裡面對1.2GHz 就是差不多了 是的,這就是在最初的系統 而是在最初的系統 而是在最初的系統 而是用於大部分的尺寸 和在尺寸 所以就是在最高的尺寸 在尺寸的尺寸 而是 所以,如果有尺寸的尺寸 activities are alignment of the long with time on this one and hem 10 and a tire simplemente yes pick that up and in the part of the 这些是细节目的我们需要做这些株式的株式 我们需要把株式调节目的株式调节目 首先我们需要把株式调节目标 所以这里你会看到株式调节目标的株式调节目标 我们有寄属于在养属 然后在养属 这就是10Lps的株式调节目标 这里我们需要把株式调节目标的株式调节目标 這裡有一個傳批堂 你能夠放在柠檬的柠檬的柠檬 在柠檬的柠檬 在柠檬的柠檬 當它是在柠檬的柠檬 這個柠檬的柠檬 沒有需要的柠檬 所以它是在柠檬的柠檬 在柠檬的柠檬 是這個柠檬的柠檬 所以它有很多的柠檬 也有很多的柠檬 來這裡有有多角色的柠檬 所以這個柠檬 是四個柠檬 是在柠檬上的柠檬 所以這條檬的柠檬 有支援有限的柠檬 如果有給柠檬的柠檬 或者是在柠檬上 所以它全部對柠檬 也要去柠檬 至此我們需要柠檬 在柠檬裡的柠檬 如果有柠檬 organized as you also have this UAU class A0 is you're crossing of the coefficient of the expansion so what we do here at Meno is We beat this system against the frequency column which is RF reference and we chang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pacer and what you then basically get is Parabola frequency against temperature because that's quadratic dependence 所以我們有這個 parabola 然後有這個零螢螢螢,我們會在這裡 使用這個彩織的彩織 這是另外一個重要的 就是這些可動的彩織 在這個零螢螢 OK 所以 我們需要做什麼 我們需要做到的 我們需要做測試的 我們有測試的測試 我們也要弄我們出來ert в噬插態 這些噬插態的設計 格式感應上來彈關 並且提起回自由的玩具 Zu之處會提取 album的無量 用這очку也用活動員 這些同素在滿系統看看 這裡你可以看到整理應用設計 裡面的設計在下 你會這些系統體的效果 有空心放著這些系統 他們所疑顧跟他們的系統 OK… 我會說… 我們將來改變 Ist Prost 我會解釋一下 這裡就是 这是一个Cubix系统的系统。 这里我们有一个Cylindrica系统。 所以在同时,我们有一个电脑管理器, 我们有一个系统器,电脑管理器, 电脑管理器,电脑管理器, 然后我们有一个融合器, 我们可以在电脑管理器, blocks wha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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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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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r it conveniently, even if you're not in the lab and you can lock the system and monitor everything then within the system there is Windupbox which also gets rid of acoustics, reduces the unraveling of the noise then the laser sits in here it's a Leo Blarix laser which we coupled to the cavity wired this fiber and then here, you've got all your optics to generate the pdhr signals we got an iran photodide and just some polarization optics and yeah and in here we have everything to generate the pdhr signal and then also to feedback to the laser in that case we feedback to the current and then a slow loop to the temperature of the laser and yeah once you lock that that months for weeks and months and then it's going for certain automation okay and then the same is for the cubic only that it's way more compact so you see it's roughly half the size and of course we have even more compact systems so it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we also offer systems that don't have the and here we offer systems that come and tighten the right amount of the systems basically okay so then hey好的这个视频就先放在这里放到这里因为下期还有一半要放 那时间我看还比较充裕那我再把就是希望大家能就是踴跃提问我刚才也忘了 告诉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的聊天室里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便随便来说 所以我再简单的翻一遍这个gbt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想要问的 哦因为时间还还比较充裕 这边有一个问题如何理解香味噪声与 呃时钟抖动的关系 这边有一个问题如何理解香味噪声与 我估计是是这个问题吧是时间抖动吧 时间抖动的话这边其实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时间抖动可以用香味噪声的积分去计算 就是直接除以这个就是其实是单面带的香味噪声然后乘以二嘛 就是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香味抖动的一个功率谱密度 香味抖动的功率谱密度呢最后再算到香味抖动的这个幅度上面 再除以它的一个载波频率 载波的一个脚频率最后就可以算出来这个 呃时间抖动 香味噪声和时间抖动的关系呢就是这个A其实是香味噪声 然后这边time jitter就是这个这个公式 然后其实是比较直接的一个一个关系 注意这个积分的范围就可以 然后可以解释一下不确定度和稳定度吗 好的不确定度 呃这个图可能讲的还是稍微快了一点就是这个也是啊 是视频领域的呃就是可能最关键的两个词不确定度和稳定度 呃还是还是用这张图来看是一个呃比较比较直观和一个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解释 呃刚才说的是第一张图呢我们来看第二张图 呃not accurate and not precise 就是既不 呃既不 既不这个准确也不也不精确就是不确定度也不好 它的呃稳定度也不好 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打的这个点呢既不在把心啊偏离把心 而且呢这个点又散呃那就是在这个数据上呢就是它的抖动又厉害 又又有漂移然后呢它的平均值呃其实也不在这个呃在这个线上就是也不在它的定义值上面 这个就是啊既不既不既不准确也不精确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呃不确定度呢它表示了这个呃测量的值和定义值之间的一个呃偏差 那稳定度呢它其实是一个呃这个震荡器自身的一个性能的体现就是说它自身的这个呃就是它的抖动大小的一个情况 啊问题问题多了我看一下呃呃 在反馈控制激光器频率抖动的时候温度反馈是数字反馈控制还是模拟反馈控制这个问题 太细节了我其实呃呃我也拿不准是对于mano来说呃这边的反馈比如说这个图吧 它的反馈会加在呃如果它直接指在了激光器上呢会反馈到激光器的电流和温度上面呃 是温度反馈是数字反馈还是模拟反馈呃呃这个我觉得需要需要知道这个激光器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激光器呃CW激光器种子我们也是要采购其他的厂商 那这个其他的这个这个CW激光器它的这个带控制的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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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有一个是 请问超级激光器闭环反馈电路的工作带宽是多少 这个工作带宽一般是取决于 就是这个 两个方面嘛 一个是 我们的锁向环 刚才视频里也看到就叫Synchro 这个锁向环它的一个 可以支持的电路的带宽是多少 另一个呢最主要的还是说 这边激光器 它有没有电流反馈的端口 如果它是一个光纤激光器没有电流反馈的端口呢我们只能反馈到AOM上 AOM的带宽呢就会比直接反馈到电流上会小很多 那比如说反馈到电流上呢我们 在MENLO可以 甚至做到大于一兆赫兹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一个 Rio的这个 带电流反馈控制的一个激光器我们可以做到大于一兆赫兹的一个 返回贷款 能详细说一下超稳激光器 拍屏测量线宽的方法吗 详细说一下的话就是 其实那个视频如果放完的话 那个MORIS博士有详细的 说这个超稳激光器拍屏测量线宽的一个方法 那我在这边也大概说一下就是 我首先有一个拍屏对吧 那我这个两个激光器的拍屏也许是 700兆赫兹 或者在兆赫兹量级 那么我这个 兆赫兹量级的这个信号我需要进到一个 一个 FFT的设备里面 比如说一个快速的一个采集卡或者说是 一个FFT的分析仪 那最好呢这个信号要 要小一点在K核子量级这样这个时候呢 我分析的这个 我这个分析设备的它的一个 RBW就是它的这个分辨率带宽也会 相应的更好 那这个时候 我是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精确的一个拍屏的一个线宽的 当然这个线宽 一般情况下 可能会受到两台激光器的漂移的影响 当然这个也是激光器它自身的一个特点 对 有一些办法可以去除这个漂移 但是 对可以去除这个漂移 大概大概是这样的 如果说还有 更进一步的问题 我也会通过邮件和您联系 请问功率谱密度有没有物理意义 还是只是一个数学上的定义 功率谱密度 其实我理解它是一个 物理的定义 因为这个地方 虽然这张图上呢 它是 呃 它是一个 呃 一般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意思呢 其实就是我偏离 这个载波 多远的一个 频率处 比如说它载波是在这个地方 对吧 我载波有一个很强的功率 旁边都是噪声 那我比如说这个偏离载波0.1赫兹的地方 它的 噪声 是多少 偏离载波1赫兹的地方 它的噪声是多少 偏离载波多远的地方 它的噪声 一个大小是多少 功率谱密度 呃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事 香味噪声 也就是说的是这个事 它是有有实际的一个物理意义的 呃 对 还有一个是 能上天吗 能上天吗 是 是说超级光器能上天吗 是这个意思吧 呃 呃 目前 是在全世界应该还没有上天的超级光器 但是我的我的一个一个 系统的 一个理解啊 就是我对这个 呃 这方面工作的进展的一个理解 但是欧洲包括咱们国家 呃 美国都在做相关的 相关的一个研究 呃 就是怎么把这个超级光器做的更小 体积更小 重量更轻 啊 以让它 呃 进到比如说空间站 或者是 呃 卫星 甚至卫星上面 对 包括欧洲的 或者中国的这个空间光中的 呃 项目其实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呃 所以说 呃 离上天可能 也也就差一步了 呃 对 这个吻屏一次需要多长时间 呃 分钟还是秒几 吻屏一次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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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那个 那个 放的那个视频里面 其实它是 呃 一般我们还是要手动调一下 啊 调到找到这个误差信号 找到这个终点 然后 呃 再来 呃 把它锁定 再点一下锁定就可以锁住 啊 下一次 呃 呃 我们也会 呃 看到那个视频里面的一个演示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这个 呃 叫做 自动锁定的功能 也是自动重锁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如果这个激光器失锁 啊 门楼的这个超纹激光系统也可以再 啊 再把它锁回去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锁定的时间其实是 啊 我们可以 声称这个时间是小于一分钟的 那这个小一分钟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时间是 呃 取决于这个 这个激光器的一个 还是它的反馈元件的一个问题 如果因为我们可能需要通过 呃 温度去慢扫它的来找到它的那个 写真点 呃 所以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说 呃 比如说这个激光器它 呃 只是失锁了一下 然后没有过多长时间又重做回去 也许这个时间就是 更快的一个时间 对这方面当然我们还会 啊 进一步的更新这个功能 还有 我在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我在 可能问题还比较多 我在 呃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呃 可以具体说一下超稳枪的枪劲和精细度对线宽的影响吗 枪劲和精细度一般需要达到什么精度 呃 呃 这个问题 因为这边其实也没有 更多的资料 我就就拿这个这张匹劲来说吧 呃 枪劲和精细度 对线宽的影响 当然 呃 我先说枪劲和精细度 它一般要 要达到一个什么 程度吧 就枪劲和精细度 枪劲和精细度 一般要达到大概 呃 在 10万 我觉得10万是一个 呃 比较合理的一个说法 呃 就当然这个还是取决因的应用 也就是说取决因要达到的指标 呃 在 在10万这个量级甚至 呃 可能8万 8、9万这样一个精细度 也可以做到一个 呃 低的-16次方量级的这样 呃 苗稳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超级光系统的 呃 那枪劲和精细度对线宽 的影响其实 最重要的是在叫做生育幅度调制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方面 这是更细节的一些一些技术的 的一个问题 呃 我想说的呢就是 很多时候客户可能会对 呃 强劲的精细度或者反射率 最后反射率 反射率和精细度是直接对应的 那我就直接说精细度 对精细度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 其实 在我们看来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 呃 最重要的指标当然还是稳定度限宽 包括降位造声 那么如果这这些指标 呃 是达标的话 我们认为精细度是一个 可以说是次要的 也是一个中间过程 呃 不一定非得要达到60万或者是甚至更高的一个精细度 那么我这个系统才会更好 呃 不是这样的 它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 呃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最终的表现 而不是说是 呃 它一个 中间量 嗯 好 那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 呃 这些问题 我们都会统计下来 然后 呃 下来以后 我们再会给 给大家 呃 通过邮件或者是 其他的方式 邮件 我觉得邮件可能会说的更清楚一点 通过邮件给大家一个 呃 更详细和满意的一个回复吧 呃 如果说有问题呢 我们下次 还有下一次这个 呃超文激光研讨会第二步 第二步里面会有更多的关于PDH技术 包括枪 呃 还有产品的一个一个 呃 解释 呃 包括这个 视频的下半部分 呃 也欢迎大家 呃下一次再来 呃 再来 呃 这个 观看我们了我超文激光研讨会的第二步 呃 谢谢大家 下次见 由于时间关系 本次课程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嘉宾的精彩分享和大家的积极参与 如果需要观看直播文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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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购买课程观看 我们也为本次会议建立了交流群 欢迎扫描重刺二维码申请入群 与行业同仁继续交流 光学手册持续热销中 现在加购寄送光电产品与资讯 杂志年刊及光颜万物直播间会员 欢迎咨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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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